所以下一秒 蜘蛛人就暴怒 然後用車門撞開的相機 千萬不要惹薩布斯 你會後悔 HOLY SHERRY 哈囉大家好我是Sherry 之前我們就做過了一支 有關漫威英雄暴怒事件的影片 那上次我們就有答應大家要分享 其他演員沒有講到的故事 所以我們又做了這支影片啦 其實漫威演員的新聞跟動向 一直是大家很關注的東西 但是呢除了一般守規矩 然後最多一些的粉絲之外 也有那種會侵犯演員私生活的記者 或者是到處跟拍個狗仔 這些行為久了 其實是會讓明星感到非常不舒服 甚至情緒失控 那我們今天要來HOLY SHERRY就是 8個漫威演員 你之前斷掉的瞬間 Part 2 2 剛剛好說2欸 在一邊開始之前 如果你喜歡聽迪士尼 漫威跟迪士尼秘秘密故事 或者是你喜歡注意一些沒有意義的小細節 都歡迎訂閱我們 也記得開啟小鈴鐺 和訂閱我的個人頻道 看看我有空才會更新的日常生活分享喔 首先第一個就是奇異博士 班乃迪克康伯拜區 有一次在他去參加 第75屆英國電影學院獎的時候 一下車粉絲們就興奮的呼喊他的名字 BENED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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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讓大家開心的時候 奇異博士就突然臉色大變 因為旁邊一直有一個人很沒禮貌的在虛他 BENED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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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會這麼生氣呢 其實是因為這個人不是他的粉絲 而是我們上一集提到星爵 Chris Pratt暴怒世界的簽名獵人 那這些簽名獵人 就是會到明星場出沒的場合 然後拿一堆周邊啊 或者是海報要他們簽名 然後再高架出售 然後那個簽名獵人 就因為沒有被簽到名 所以就很生氣的虛人家 真的是有夠幼稚的欸 國中生 你是國中生你 然後國中生 我怎麼了嗎 國中生怎麼了嗎 呵呵 之後 BENEDICT 康夥拜區還解釋說 因為他參加完活動 就要馬上上飛機回家去看小孩 所以他就盡量保持跟人之間的距離 裡面被傳染肺炎不能回家 但是那個人還是繼續的虛他 所以班达迪克就忍無可忍直接跟他說 CAMON YOU CAMON YOU CAMON YOU 這些簽名獵人就不能好好認真賺錢嗎 硬要靠這些投機取巧的方式 然後達不到目的就要虛人家 真的是有夠幼稚 但那個叫最大聲的應該是真粉絲 BENED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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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認真看這個體育博士的手嗎 他就像這樣子 他的手超忙的 以為是什麼華晨與昌哥的樣子嗎 好那我們來看看三代蜘蛛人的情緒失控片段 第一個就先來看看第一代蜘蛛人 陶比麥奎爾 說到他理智線斷掉的瞬間也是蠻精彩的 說到他理智線斷掉的瞬間也是蠻精彩的 他整個人就很常像火山爆發一樣 然後整個 BOOM 然後很不客氣 陶比有一次在法國走在路上的時候 就遇到一位粉絲拿著相機 邊走邊靠近他 然後他一直碰陶比 是一想要一起拍照 他真的是超派 要不要吃香菜 不要 要不要加芋頭 不要 好啦雖然說不太能確定 這個人到底是粉絲還是記者 但不管是誰都還是要提醒你們 沒事不要亂摸人家的身體 尤其是肩膀 不然會傷心穩喔 你不能碰我肩膀 那除了剛剛的事件之外 之前他跟前妻準備要開車離開停車場的時候 就瞬間被一大群狗仔包圍 然後這時狗仔就使出了閃光燈屁炸地 想到陶比的眼睛什麼都看不見 而狗蛋們不讓路的行為 也讓他旁邊的人看傻眼 -讓他走!他沒看到了! 結果車子已經慢慢的開到馬路上的時候 陶比還把車窗搖下來冷靜的說 -你們要回到車子,我沒看到車子 但是還是沒有人理他 他們還是繼續用閃光燈這樣攻擊他 所以下一秒蜘蛛人就暴怒 然後用車門撞開了相機 還問候人家老母 -你趕快離開了!我沒看到了! -有車子! 這群狗仔也真是的 你都已經打擾到人家 然後把他用得很不開心了 你還想要從他嘴裡面問出什麼問題嗎? 根本就是故意想要激人家吧 是不是 想說可以拍到什麼好畫面 然後你就後頭 你就可以賺大錢 是不是 其實我覺得會讓明星師去理智 大部分都是狗仔惹出來的 有些就是很白目 然後硬要去惹人家生氣啊 唱著之前第二代蜘蛛人安德魯加菲爾德 他來跟艾瑪史東交往的那段時間 他直接去路邊牽個車 就被一群狗仔包圍狂拍 更誇張的是 還一路跟拍到他的目的地 真的超可怕 他的影子到底在哪邊 然後到達目的地之後 安德魯就下車等人 狗仔們應該是記憶卡容量很大 所以也是狂拍 接著門一打開之後 就一群護衛走出來 就還艾瑪史東登場 -他在進去 -他在進去 -再進去 -再進去 -來吧 -我們要去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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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邊狗仔很像拍到什麼 30年難得一見的什麼 -幽靈啊還是什麼場景 然後整個狂按快門 手速超快 -看來 -哈哈哈哈 之後艾瑪史東好不容易上車 結果狗仔們也是圍著車子不讓人家走 然後艾瑪史東很無奈趴在方向盤上面 結果貼近的安德魯就下車幫他指揮 讓他可以順利的開出來 -注意一下 -注意一下 -讓他去後方 -讓他去後方 -安德魯放鬆 -走 -他是波濘的 -顧瞭 -你將絕對 spreads -他是波濡的 -安德魯上車之後 就有記者馬上擋到他面前 在那邊拍照 所以他又 -三的 檢獲 -安德魯上車之後 剛剛有期間 又因為有個白目記者擋到他們的路 所以安德魯整個理智線斷掉 衝下去大罵髒話 然後其中一個狗仔他很白目的說 他幹嘛這麼生氣 因為你們一直擋到人家的路啊 他當然要生氣啊 下一個我們來看看小蜘蛛人 湯姆霍蘭德的生氣片段 而且我覺得這個很特別 那個白目的人竟然是他的粉絲 傻眼 有一次在一場粉絲見面會的時候 小蜘蛛人還有獵鷹 還有酷蘭戰士都在台上 跟粉絲們互動 然後第一個捲毛女粉絲 他就說到他很喜歡湯姆霍蘭德 跟他的狗狗Tessa 然後旁邊的酷蘭戰士就說 誰是Tessa 結果那個粉絲的回覆 真的是讓大傻臉 誰是Tessa 我的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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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英文好厲害 氣死人 那個氣氛瞬間凝結一秒 最怕空氣 然後主持人還很幽默的說 哇你剛剛賞的酷蘭戰士一巴掌欸 我的天啊 你剛才撞到冬天兵人 我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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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女生還笑得很開心欸 哈哈哈哈 哇好厲害 引起全場大笑 然後這個女生還笑笑的說 抱歉啦 但小蜘蛛人聽到自己的粉絲 對前輩這樣說話 整個就是尷尬到不行 你把我看得很壞 你今天在網上有很好的時間 他的意思就是說 小心網路上被漏搜出來 然後被霸凌 哈哈哈哈 因為他畢竟他都公佈自己的名字了 長相也出來了 你的色字全部都出來了 我跟你講 接下來烈鷹就看不下去 想要幫忙說話 緩和氣氛 然後他就問說 你是怎麼知道Tessa是湯姆的狗狗 然後那個女生又露出很欠奏的嘴臉 然後一副很自以為 試著說 他一直在貼著Tessa 他只是在家裡跟他的女生在家裡 你不是在Instagram的追蹤嗎 寶寶 我是一輩子 我沒有追蹤的男人 所以你知道 烈鷹也是蠻嗆的 就說我是成年人 我才不像你們這些小女生 在那邊追星 接著換另外一位女生講話的時候 他感覺是沒有意識到場面尷尬的問題 然後當他提到 他有個朋友叫Iris的時候 烈鷹就問他說 你們有很多朋友 我抱歉 你們在哪裡 你們在哪裡 結果這個執法妹就回答說 朋友可能是你不認識的 你真的是魔鬼膠 你超嗆 你吃魔鬼膠長大了吧 你 結果烈鷹就用很文雅的方式回答 我沒有認識別人 我認識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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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後來這個妹子還嗆說 沒關係 Tom 我是你的粉絲 其他兩位我都不管 我不在乎烈鷹啦 我不在乎烈鷹啦 然後小蜘蛛又整個很緊張又不好意思 然後就趕快抓起麥克風說 我覺得你們兩個需要和好一下 好尷尬喔 我都小蜘蛛怎麼那麼可憐啊 都是你們兩個啦 煩死了 雖然他們兩個是Tom的粉絲 但是卻不尊重其他的演員 好像自己的偶像超級尷尬 重點是他們完全不知道自己做錯欸 這個基本的尊重應該還是要有的吧 年輕人終究還是年輕人 太衝動了 好啦 下一個情緒失控的演員 就是星際異攻隊的 代夫巴蒂斯塔 其實巴蒂斯塔之前可是一位摔角選手 看到魁梧的身材應該不難想像吧 之前就有位菲律賓拳王在被訪問的時候 他就表示同性戀比動物還要不如 所有同性戀應該都要被處死的 歧視言論 引來大眾的不滿 那這件事情爆發之後 就有記者在機場遇到巴蒂斯塔 然後問了他對這件事的看法 不過呢 因為他媽媽就是同性戀 所以他沒有辦法接受這些言論 然後那位記者就問他說 你會不會想要給他一點教訓 然後巴蒂斯塔就回答 我還要看他戰士 只是他的個人觀看 但他認為是 就把那些人放在那裡 他的屁眼要塞好多東西喔 他又要塞意見又要塞腳 我連戒指都塞進去了呀 好啦可能是因為他自己的媽媽就是女同志 所以對於同性戀的議題 巴蒂斯塔都勇於表達意見 上次之前有一次天主教的湯瑪斯 就在推特上面呼籲天主教的人 不應該支持LGBTQ 或者是參加相關的活動 結果巴蒂斯塔也跑去那邊留言說 我媽就是女同志 而且在他的養育之下 我覺得我也表現得不錯 他選擇幫助一些無家可歸 跟飽受心靈折磨的人們 我承認我不完美 但至少我不是一個愛批評的偽君子 我覺得你不應該為大部分的天主教發聲 助理有一個美好的一天 其實他一直以來都很勇於表達自己的意見 甚至有一次他在推特上面說 身為女同志的兒子我很驕傲 有意見的人來吸我的BOSS啦 -NICE 這樣夠兇嗎可以吧 我本人沒有這麼兇不要嚇到 來吸我的BOSS啦 再來下一個就是薩諾斯 喬許布洛琳拉 身為漫威電影的大反派 在戲外也是有暴走的時刻 千萬不要惹薩諾斯 你會後悔 有一次他跟他的未婚妻 一起出現在洛杉磯的機場 然後就在喬許布洛琳上車之後 有一個狗仔因為踩到一個女生 所以喬許布洛琳就搖下車床 跟那個狗仔說 你這樣不行喔 結果那個狗仔就說 不是我的錯啊 你剛剛那個護衛還踩我然後推我 然後反正就是各種牽連 千錯萬錯都不是他的錯 反正他就是不承認自己做錯事啦 然後在狗仔無理取鬧的時候 喬許布洛琳就一直回他 So what? So what? Josh 你要婚得怎麼通常 哇 哇 哇 欸花虎 你躲著了 I understand So wha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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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understand the game Yeah I understand the game 但我覺得他的意思應該是要表達 就是這個狗仔是故意想要激他 然後引起他的注意 然後讓他衝動做出一些不好的事情 但是他沒有上當吧 So what? 我就沒有上當了So what? 但不覺得那位狗仔很有勇氣嗎 畢竟我們薩諾斯 可是只要一坦紙 一半的人就可以消失的呢 Snap So what? 然後就一半人不見了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其實呢很多狗仔會為了要挖獨家新聞 然後去做一些讓明星非常不舒服的舉動 也因為這樣才會導致他們的生活沒有隱私 看到無腦又擺墓著狗仔的時候 才會情緒失控 希望大家如果在外面遇到自己喜歡的明星的時候 也要顧慮一下對方的心情 然後互相給個尊重 不要因為一時太興奮 然後就做出一些讓別人不舒服的舉動 或是說出一些不太好的話 就像如果我哪一天在路上遇到索爾 我也不會直接衝上去 然後開始抱人家舔人家 就是我還是會先問一下 我可以抱你嗎 我可以跟你拍照嗎 我可以舔 好 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記得幫我訂閱 按讚 分享 然後記得訂閱我的個人頻道 還有追蹤我的IG 那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其實巴黎斯塔之前可是一位 WBWBW WWE 好像那個喔 常溫與Doremi的咒語 對耶 BWBWB 魔幻舞台後面不是都會有一個 WWE 美麗可愛 美麗可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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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操 好 我操 然後就變成三次產一個甩腳選手 不要緊要帶 我是冠軍 我永遠不放棄 我是冠軍 我永遠不放棄 而且我覺得會讓明訊 明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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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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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